上兩個星期,我們分別說過 人類的確有某部份性格在來自遺傳,是天生的 而且無論內向還是外向 某部份的人,天生就會對環境帶來的感官刺激特別敏感 即使知道性格是怎樣來的 知道有些人,就是有高敏感的特質 處身是社會,不能說我就是這樣 大了,應付生活每項任務 性格內向的人都無可避免,要在某些時候表現得外向 即是所謂的戴著面具做人 如果想到這麼負面,就好像很虛偽,要裝模作樣 但換個角度想,我們都是在調節自己的表現 令自己生活得更方便 究竟應該怎樣正面理解這種不做自己的狀態呢? 在Susan King 的書《安靜就是力量》中 就引用了前哈佛心理學教授 Brian R. Little 自創的自由性格理論 他認為固定不變的特質和自由性格同時存在 我們天生和環境的文化會造就某些性格特質 但我們可以為了達成個人核心置業而改變 或是演變出不同的性格 歷史以來的人格心理學者 一直都為個人和情境這個問題爭論 一派認為人格是固定不變 而另一派的情境論者認為 我們人是有許多個分身 會根據情境派出不同的分身去應對 經過多年的跨範疇實驗和研究 其實一眾學者已經有共識 就是認為性格有部份是天生 但的確會隨著環境的變化去調節出不同的行為 即是天生和後天都可以互相影響 而 Brian R. Little 提出的自由性格理論 可以說是兩樣混合在一起的賴尿牛丸 一個很內向又害羞的媽媽 可以的話都盡量不想跟陌生人對話 但他又會願意為子女去辦一個生日會 心甘情願地聯絡同學的家長 另一個外向的科學家經常坐不定 但他都可以靜靜地、乖乖地坐在實驗室內做研究 以上都是呈現自由性格理論的生活例子 換句話說 為了我們自己高度重視的工作 事物或真愛的人 我們是有能力表現出跟自己本來性格不一樣的面貌 那些令我們充滿愛及熱情的事物或人物 我們統稱為個人核心事業 Susan King 從事諮詢顧問多年 有很多幫人想轉行轉工的經驗 他總結了三個小問題 協助別人思考想做的事 大家也可以問問自己 第一是小時候的志願 雖然這個答案可能已經不準 但背後的動機我們也可以重新思考一下 例如說很記得自己小時候很想做畫家 可能自小已經對藝術創作有點興趣 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哪類型的工作會吸引到你? 作者當年做律師時 最不想做的就是有錢收的商業訴訟 但當他免費為NGO服務時 他又很有心機 令到他發現原來他判斷一樣工作是否吸引 很重視的是客戶的性質和目標 多於做員收不收到錢 第三就是想想自己 羨慕或妒忌什麼 雖然這些是我們的黑暗面 我們不太想面對 但其實妒忌這回事 是很真實又很誠實的 想心一層就會發現 之所以妒忌 是因為別人做到 或得到一些你本身很渴望的東西 當然我們會想 人人都會扮演嗎? 這麼好戲 每個人都去做演員 心理學家Richard Lipper 都想回答這個問題 他做過一個實驗 找了一群內向的人 要求他們扮演一個外向的數學老師 他教書 記錄他們的步伐 同學生眼神接觸的次數 實際講話的時間比例等等 而對照組 就真的是一群外向的人士 結果發現 整體來說 當然是真外向的人比較外向 但亦有部份假外向的人扮得很逼真 而且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如何扮演 即是這些內向的人 下意識都清楚 究竟內向和外向之間有甚麼差異 實驗同時發現 越懂得扮演外向的人 他們都是比較懂得自我監控的人 懂得根據當下情況的社交需求 去調節自己的行為 Brian R. Little 用自由性格理論 作為生存策略的想法是 現在我扮演出來的外向表現 是為了我真正想做的事 即是宣揚我的學術理論去做的 當我完成工作 我就可以做回最真實的自己 為了我熱愛的事業 我願意在這一刻妥協一下 內向的他在公開演講時 舉手投足都充滿自信 堪稱一位明星教授 不過他的確是在裝作 是不是很不道德呢? 特別是西方世界那麼強調 要做真實的自己 在Little 的角度 自我監控其實是一種謙虛的行為 透過調節自己 去符合社會的規範 或令身邊的人都舒服一些 自在一些 而不是因為自己的需求 或個人利益 去操控每一件事 更何況 不是每個想改變性格的人 都是為了成為焦點 他們追求的可能只是 避免在社交場合中失禮或犯錯 用他做例子 他都是想聽他演講的受眾 聽得更加享受 另外,Little 隊友提醒我們 不應該花太長時間裝扮 不應該做出太多不符合自己個性的事 我們都要盡量做自己 當我們要裝扮的時候 在外面的演出才會成功 例如他自創了一個名詞 叫做修復性避風港 他的避風港就是每次演講完之後 就躲進藍廁休息一會 不要那麼快被人找到他 就像一個充電站一樣 這個充電站可以在你的房間 可以是每天回家會經過的一個很舒服的地方 提醒自己在這個充電站 我就可以休息一下 做回最真實的自己 充滿電又可以重新做人 最後,是否懂得扮演 又懂得看人眉頭眼壓 又願意迎合社會規範 而達到自我監控 就應該這樣做呢? 如果好好利用自由性格理論 提到的核心思維和策略 對內向的人來說 相信都會令生活少一些煩惱 當然不是叫大家過度扮演另一種人 因為多了就得不常失 所以都是應該以個人核心置業 即是你想做的事做出發點 如果夠重視某一件事 某個人 慢慢習慣調節自己的個性 適時切換 應該不成問題 最重要是心態正確 自己對這種裝扮都要舒服 時刻都要記住 只要我想 隨時都可以做回最舒服的自己 您會忘記自己溫畫